另外调整,把这个螺丝增开,增开以后,装置可以往里边往外边调整,它是控制收边宽窄的时候,你会调整这个,一般控制的时候,这边闪的空间差不多在两毫米到三毫米。 把它锁紧以后,点手动,点手动,点定规控制,控制装置,这个定规进去以后,再跟这个档块,还有这个装置, 就是这边导向的一个边的平行度,正常来说是这个能稍微靠后一点点,差不多也就在一个毫米,因为它这里,到这里的距离是它会短一点。 调整宽窄的时候,这个压角片根据宽窄要公换,公换以后,像这一个档的位置,跟这个档块的一个位置,都是根据压角片的宽窄,内外调整。 控制调整宽窄的时候,如果调宽窄的话,像布边传感器,要调宽,往里边调,调窄的话,往外边调。 调整的距离,比如说是两公分的,调充两公分半的,那么它这个装置,要往里边调整半公分, 然后不编传感器,也要往里边调整半公分。 重接传感器,一般变化不会很大,只不就是在它那个对折边,调整的话,也不会,也就一个都, 一到两个毫米左右吧,内外调整。 传感器一,调宽的时候,你可以适当的往外边调一点,不用调的太大,就是以稳定为主。 调宽窄的时候,往外边调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,调的越窄,传感器一,它的要求越标准。 传感器四,因为面料的厚度,会造成它对光线的一个透光度。 当面料越厚的时候,它透光度会减小,那么,这个检测光线呢,也要跟着调小。 面料薄的时候,它透光度比较大,那么这个检测数值,就可以设定的稍微大一点。 嗯,根据它的一个透光性去设定。 咱们可以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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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把面料冲上,冲上以后,让谷位走到这一个光点检测位置。 嗯,它显示的数值,嗯,它显示的数值,嗯,一般会把光线挡得差不多会很小。 那么,在没有谷位的时候,它会显示一个数值。 嗯,显示这个数值,就是它在单重很稳定的方式。 嗯,你可以,嗯,呃,设定为空转,然后让它转。 让它,嗯,看它,嗯,最小的时候,能达到多少。 那么,它没有,就是说,太大的位置,就是没有差距太大的数值。 那么,这个,嗯,检测数值能稳定的在谷位量的话,那么这个数值就不用调整。 嗯,如果说,它能露的,露冲的话,就是到谷位的时候,而它那个,这个灯又没亮的时候,你可以根据它显示的数值。 这些数值,如果是偏,这个数值太小的话,那么这个数值要,接着调小。 如果这个数值一直很大的话,嗯,这个数值,就可以调大一点。 嗯,这个数值,可以调大一点。 看,这个数值很大。